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二下午的即時攻略 身邊嘉賓是Wafi,Wafi你好 先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拜祖年 新年快樂,先祝大家 Wafi為大家解答股票上的問題 分析一些焦點的股份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問Wafi 歡迎打電話來204-6566-204-6566 又或者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樣時間,我們要財經台的Facebook 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歡迎留言,Wafi都會解答大家 首先,跟Wafi談談今天的股票 因為放假回來,今天是2018年的首假日 厲害 看到做好,繼續升 看到升幅,下午回來都在擴大 現在升533年,報30454點 其實今早已經破了上次高位 接下來的目標應該放哪裡呢 暫時,今年第一天又再破頂 起碼破了去年那頂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所謂兆頭 但當然,今天來計算 到底升什麼,或者為什麼會這麼強的表現呢 當然,像阿佑所說 其實今早回來本來都不是差的 你看到一方面,始終上星期尾 港股收勞那一刻 其實已經是衝衝浮動 上市高一些位置 上星期不是差3點 差少少就3萬 最高來計算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再加上,過去幾天放假裏面 又見不到特別多一些所謂理淡的東西 氣氛依然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今天回來就 借勸已經高開了 再加上上星期 但雖然先提到 上上市 但經常都說的 就是成交其實不是特別多 可能很多所謂基金都稍微放假 但反過來看 看到今天來計 又這樣破壞了 我覺得有所謂不對勞 可能都被迫著要追貨 現成今天來計 成交真的突然間很大 你見到這麼大的成交 說真的又未必關省戶事 可能真的有關一些基金 大戶事 所以有些可能第一天已經回來要迫著建倉 迫著追貨 迫著追貨 甚至乎你見到他選擇是選擇大股 都是主要籃籌大價股 所以很像這樣的格局 你說這刻有八百多的成交 的確是挺意外的 所以這樣計算 又再破壞又再建倉 當然後市我覺得特別短線有機會再試 但當然是否是無子經金再上呢 這個當然未必是 始終未來有些地方還要再看 但短期有些繼續好的笑頭 再加上上星期 除了剛才說這些資金的因素 是否見到出現因素之外 其實今早也有講過 都很關於政策事 因為一來見到上星期 收市那一刻 我們又講了H股存流通 雖然不是即時就做的 或是初步做都是只有3元公司 但是大家都預料到這個趨向 都挺有利益的錢 繼續流來香港那邊 都會帶動到一個廣股 再加上超空內銀那邊 人行又宣佈了一些短期臨時性 流動性的一些應變措施 應變春節 認成今天其實內銀都是帶著市場 所以其實幾個因素加起來 短期來計算 如果不下上年頂30199 後市我都可以試上下308 或者31附近這些位置 好 講完講過之後 都和YP說A股 因為見到今天A股都做好 上證指數半天都升超過1% 現在正在升36點 3,343點 是不是都可能是新年效應 大家都想做一個好的勢頭地 還是還是有些好消息大動呢 其實你說A股那邊 跟港股有少許相似 一來就 又是 通常才提到 即是來地那邊 有些所謂臨時性的 大陸解讀為臨時降準 所以都理好了一些金融股 對A股有些正面的推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年 年尾又是說A股那邊水緊 你這邊有些放錯一定會好些 再加上A股 其實去年全年來講 特別是上證 盤單計算升600%多些 其實都是跑輸了港股 跑輸了環球股市 所以你說這下 稍微叫做好一些 我覺得可能追回一些都很合理 甚至乎你見到今早來說 或者過些幾天都好 其實內地公務了數據 即是官方PMI 財新PMI 其實兩個數據 都是比預期好的 所以都反映 暫時始終 A股似乎A股的氣氛 都比較正面 所以這樣說 都一樣 有條件是再試多些 但始終A股的勢頭 就預計了它不會太快 因為其實到這樣 你又會見到 可能資金又突然說了緊番 那樣的東西 或者始終 接下來還有很多 不確定性都要看 所以我覺得可以偏向樂觀 但是升幅 可能接下來會耍人慢一點 好 不過跟Rafi說焦點故事前 我們首先回答一個YouTube朋友的問題 朋友想問二二三八二日信 雨光學科技 他說他77元入了 現在應不應該加住呢 這個位置很好位 很久了應該 我看回應該都上七月的事 最近七月 可能他再 再前些 是吧 但是最近七月 當然這樣說 你都七月買 之後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上個八五元流產 都沒有離開 之後又回答我們 去回九十幾一百這些位置 怎麼沒有笑 我有共鳴 沒有拿著的 我沒有拿著共鳴 看著他上到高位 然後又回回 是的 但怎麼說都好 下回九十幾 對比這個家庭觀眾 都還是有錢賺 所以其實就很彈性 你說加不加住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 但是你可以留意多一點 因為為什麼可以考慮先 因為我自己一向講 順利看法其實不是差的 剛才之前都講 跌下來的時候都解釋過 我自己覺得不是特別頑 只不過是借細做一些 次樣的調整 而說真的 由八五元 下回一百元 以下都下了五十元 調整的幅度 其實上個禮拜登說 我覺得是差不多 所以其實本身的看法 我覺得都消化了一些負面的東西 其實慢慢 只是欠一些動力 只要大家是入股道 我覺得其實要向上推上去 其實不是太難 甚至經常說 有信譽 雖然之前跌是關於出貨量的償告錢 但都說不是靠量 很多時候靠技術 所以我自己不是這麼擔心 其實說過很多次 但是你說 這一刻 可能這個家庭觀眾 究竟加不加住 剛才說到 為何可以來很多一件事 我覺得因為 沒錯 你沒錯 叮咚就中了 新一年 新一年果然是聰明一點 你之前很蠢 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似乎加領館還低位 買了住 反過來現在 就算你說不買住 沒有什麼問題 但反而你說 可能因為月中十九日拆洗 是的 如果那一刻拆洗完 你才買 我覺得又可以叫 入場費便宜一點 甚至乎 我覺得那一刻有機會再炒一下 所以我覺得可以 不用這麼心急 等到那一刻 那一刻有機會 可能還在一百元這邊附近 或者一百元以下 其實我覺得 其實都可以買 如果到時來算 起碼慢慢上百二元 留上先 我短期來說 即是再中線一點 可能再看高一點 當然我覺得 如果你再慢慢上頂 都是之前百五元的位置 我自己對信譽 今年看法 其實都依然比較正面 好 解答完Youtube朋友之後 都想和Wafi說一下內房股 因為看到今天內房股 都可以說升幅是領前的 都看到有些數據都出來了 就說碧桂園 2007萬科2202 和中國恆大3333 就是名列2017年銷售的首三雲 看到排第一的是碧桂園 以5500億元的人民幣 居於榜售之後 就是萬科和恆大 其實都想問Wafi 這個小頭 這個增長的小頭 會不會在今年 或者2018年都可以持續到呢 當然其實 我突然覺得你很隱悔 有一點 當然這樣說 你說內房股 今天很厲害 可以跟阿佑說 是關公布賣樓數的事 不要說這三間 其實如果我沒有記錯 今早看過 內地整十七間的內房公司 起碼十幾間都過三千億樓上 過三千億 是一個很強的數字 當然數字未必說得對 但是可以反映到一點 就是去年來講 根本賣樓是賣得很好的 其實間間都是 就是你不用說 不用說是大 可能小的賣得都很好 因為始終內地樓市是搶旺的 但是問題在於 這一刻 可不可以再看好一點 剛才提到 今天升當然也升回 甚至乎去年 特別是第四季回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內房 其實經過有些調整 就是整個版法 當然有些是繼續試上去 但是普遍來說是下跌的 所以都已經調整了一定的水位 你說片相配合 今天公佈了一些 可能比較漂亮的賣樓數據 再一起炒一下 我覺得很合理 但是我覺得這個炒作 可能真的比較短線 我覺得未必是太過保持到聲勢 因為始終一來 我自己對今年的內房 看法是未至於負面的 但是相對是可能 中性或者偏審審一點 幾件事 一來始終賣樓那邊 當然我覺得今年賣樓的表現不是差 但是在於去年基礎那麼高 其實你很難要求它 還有這麼大的升幅 對 增長 就是壓度或者絕對值 可能不是頑皮 但是那個漲幅 可能真的放緩 不出奇 所以面上 當你說可能他們賣樓數據 是升幅放緩的 其實股價上說 還可不可以有這麼大的聲勢 我覺得未必是這麼容易 再加上始終政策面上說 整體調控政策 就算你今年不會怎麼預期 可能加大得很重要也好 但是在問之前的招數 譬如行購限貸 或者是限售等等 其實都不會這麼快切招 我覺得還會在 所以久不久 可能對內房都會有陰謀存在 所以我覺得 未必會有太大的升幅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炒完一陣之後 都會稍為整股一些 看到內地 大家都分析 就說內地 不會在2020年之前 推出這個房地產稅 其實是否都理好了 可能內房國人這陣子 也有個炒作 很精細在 其實也有關事的 這個當然政策面上 先提到 只講了限太限受限 限購等等 但是其實 你說另一邊商 大家不論在害怕 可能是你剛才說的 比較大招數一點 可能是房地產稅 這些東西 而的確去年年尾 下跌那一陣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害怕 這件事 這樣就占了下來 但是這一下 如果真的有消息說到 可能去到2020年之後 才會慢慢出來 起碼計算 還有兩年幾三年的事 覺得又不是特別 即時會走著 變相這件事 都反過來說 是會比較偏利好一點 甚至乎你說2020年 現在講了這個時間出 都不知道 變數可以很大 兩年幾三年 兩年幾後的事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會覺得 起碼可以放下擔心的地方 可能擺後一點 所以形成 由今天來計算 可能真的再寫細 加上這個炒作因素 但正如正如正如 剛才講的 這個因素 這個政策 沒有可能遲些出 但始終其他的調控政策 仍然在 我覺得 就算是不預期加大 也好 都不會怎樣鬆著 所以對內房股的升法 或者升幅 我覺得接下來 未必太大人買 太過持久 我仍然維持 可能比較短線 可能嘗試多一點為主 如果有貨在手的話 會否建議大家 現在這些價位 都拆了上來 可能先吃了 看看拿哪一隻 當然 如果不跪完呢 因為我看到升得很急 急的 但相對 我覺得還有些上位在上 正如之前都說的 就是 你說過去一季 即去年最後一季 都是跨著12至13個半去上落 你看到上星期突破完之後 都說過 起碼量回大約過半左右 這一個半可能都會破了15元這些位置 而這一刻已經破了 所以似乎向上的阻力就沒有什麼 所以這樣說 反而短期 你說不下15元左右 可以繼續向上網 這些我覺得可以拿著拿著 或者你說 再大隻一點 6800這些 更加慢 或者下口 這些我覺得又不怕 再稍微拿著拿著 但是始終我覺得 其他 例如特別融創這些 始終不斷地說 我覺得是基本面上看一般的 所以你說這下 反而這些我覺得有機會借勢 高一點就走一走才會好一點 好 接著我們又回答一個YouTube朋友仔的問題 他問1800中交建 和6881中國銀號 想問一下現價買入行不行呢 前景是怎樣呢 幻想之中 去年這兩隻股份都好像跑輸大 都不用印象 一定是 都跑輸 都相對落口 這樣說說現在的話 應不應該值得買入呢 Rofy 10000我覺得可以看好一點 因為其實去年自己都說過 我其實看法不是說差 但是真的比較弱一點 一來始終去年比較圍繞著炒 可能偏身經濟多一點的股份 譬如一些可能互聯網相關 或者有些概念的股份 但是基建股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就形成很落後 而你看到去年年尾開始 都有些資金開始追緊一點 形成都彈了不少 加上今天回來其實還會升 當然今天升些什麼呢 當然今天看到內地又開始公佈 今年全年的鐵路方面 顧令之間投資的額度 其實每年來排隊都會說 但是可能去年沒有炒過 這一刻又公佈的時候 又再炒一炒 而且這份總交建理的 其實這一刻技術有些突破 至少破9元的大助力位 50片線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刻短期去追 可以的 我覺得只要後面不穿八角八 做一個短期止洩 問題不大 八角八可以定住止洩位 反而上來算 如果你真的望上去 可能望近10元邊 這些位置做短期的目標 好 如果中國銀行 到底可能就中性一點 看法上還是中性 除非你說A股能夠繼續漲得多些 因為始終都說內地捐商股 不是說不好 但是競爭真的很大 空間很低 所以博是純粹在短線上落位置 價格佔很厲害 對 所以銀行來說 短期望上去 可能都是萬分下3 這些位置 變相看你這幾毫子 會不會是 都想這麼進取吃完 如果不想 我覺得寧願就二選一 選一種交建會好些 好 然後我們電話旁邊 有些家庭觀眾等著 我們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好 麻煩你 2448那隻新股 抽不抽得過 還有我問第二隻 1720 它是否由一個一毫多反彈到這位差不多 需要下一個一毫多錢買呢 好 好 我們首先說了2448新股 好 就是這個行語集團 在12月29日開始招股 招股日期到今個星期三 即是明天 股價是1元至1.4元 每手大約是2500股 入場費大約是3535元 就會在1月16日起上市掛牌 花編你本身又怎樣看這隻新股 2448行語集團 當然其實你說這隻 其實都是偏小一點的新股 你說基本面是一般般的 特別是澳門做一些相關成建商 始終都是那句 你說中澳 即是香港澳門這邊 其實建築那些行業 其實近年競爭很大 所以其實開始看到 他們可能因為競爭又大 變相慢慢都急著 先推上市 所以其實那種看法 我自己覺得是一般般的 但是我猜李小姐問得 都是看短線炒的新股 變相這個基本面 又不是太手要考慮的地方 但是你說這隻來說 究竟算不算一些所謂架細細 可能很好炒的新股 我覺得就一半一半 因為其實它雖然招股價 1元至1.4元 好像是蠻好炒的 每手都2500股 也是蠻好炒的 但是它雜資規模 其實叫做偏小 因為起碼都有2億至2億多 又不是太小 所以你說算不算有很多水位可以炒作呢 水位我覺得會有 但是上面空間未必太多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慮也好 我覺得就可能真的試少少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到一手兩手 可能短線做過查錢 或者那樣東西 不要說太多 如果這樣算 就有機會可以吃一下 因為我相信明天截了也好 其實應該到上市那一刻 暫時看來市場應該不會太差 我覺得市場的勢又不是太頑皮 到時應該都有一定水位可以上升 好 接著李小姐應該還有問謝1720 普丁通訊集團 是的 再問問問V 剛才李小姐在哪裏呢 電話旁邊 李小姐在哪裏呢 在這裏 你是問1720 沒有開手的 是呀 沒有開手的 想問Rafi怎樣看呢 其實這隻當然都是半身股 你說這位不能拼得過呢 我覺得可以看一看少許 因為其實今天才看到第一天的調整 變相來後會不會再試低多一點 可能試過過過四這些位置 也不意外 所以真的要部署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過四這些位 短線小撮上一場車 可能順便駁去過七度 做一個短期目標 但是下面我覺得便以過三做指示 即是用一毫子博上三毫子附近 我覺得如果是偏世界的股份 起碼定上下位 會是清晰一點 我覺得到時來計 你可能少住一試都可以 好 接著我們電話旁邊 有另一位家庭觀眾 林先生 你好 兩位不安 2328和2628兩隻都未有貨 哪隻直播的 2328和2628 就想問一下Wafi 哪隻直播一點呢 2328就是中國財險 2628就是中國人壽 沒有貨在收 Wafi 你可能推薦哪隻呢 當然兩隻來說 都算是內險裏面比較落後一點 如果想選擇 當然這兩隻都可以選擇一下 即是波波的落後都可以 但如果二選一來計 哪隻會好一點呢 其實兩隻都有它所謂落後的因素 一來就是財險 當然自己本身對今年 他們的盈利表現未必太過正面 因為始終本身都是集中第三者保險 財產險 貨險 貨險 為主車險這些 特別車險 如果今年內地汽車行業的銷售 都未必太高出的增長 可能有些放慢 自然對他們的盈利表現都有一些 會是拖底一些 所以為何股價這麼落後都會這樣 而當然國壽都是它本身的問題 它本身業績不是說頑皮 但不及同業的增長這麼快 或者營運效率是比較低一些 所以這也會形成 因為股價比較弱的主因 但如果你說二選一的話 我覺得依然是國壽才會好一點 我覺得國壽有機會再跑贏多一點 對比財險 而且以現階段來計算的價格 都是在25元這邊位左右 我覺得偏低一些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 看看今天低位附近20天線左右 24.7可能考慮上一上車 然後你駁它破50天線 或者破26元這個比較大的阻力位之後 以之前大概28元樓上做目標價 我覺得這隻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好啊 接著我們又再聽聽電話旁邊的陳小姐 陳小姐 你好 喂 聽到嗎 陳小姐 你好 是的 兩位主持好 是的 有甚麼問題想問呢 我想問一下Wafi 我之前都是問她 我記得上去打來都是去聽的 2009年我買四個衣服 她好像叫我三個九 如果跌穿就放了她 但我到現在 都沒有放到 是的 她今天整個市場都好了 那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好啊 好啊 我覺得這樣說 上次為何叫三個九走呢 因為始終那個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當時 因為始終你見到可能由去年的7月 去到可能10月 其實幾次試過三個八個多 三個九都沒有真正去收手 所以那一說跌穿就考慮真的走了 但是那時候都沒有走到 現在就捱完那一陣 現在叫慢慢上來 現在是晚上三個七五多 也叫近一點她的買入隔 是 我覺得如果以這樣算 現在反過來不妨再開一會 因為始終我可以看回技術面 因為其實你看到之前剛才提到 為甚麼覺得穿三個九走 因為穿了重要支持位置 甚至乎那一刻跌完之後 你見到一個勢還在下行 但去到去年11月12月來計 你見到試完幾個底之後 慢慢是牙分起來上來 有些叫做一些不對稱的頭肩底 是形成了的 甚至如今日來說 突破了頸線 亦都突破了50天線 我覺得走勢似乎樂觀一點 所以只要接下來 繼續在50天線樓上走 捱近3669這些位置 即369樓上走 有機會再試高一點 所以這番到時 如果你量度幅度去看 這個頭肩底的區間 大概就大約4號 如果3個7 可能分成4號 大概4個1附近 所以你可以看到彈到那些位置 才考慮差不多的平手 減一減磅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建議駕多一會 先看一看 然後電話旁邊有位鄧小姐 鄧小姐你好 兩位支持你好 你好 我是想問66號地鐵 駕了很久 是46個2買的 它跌下來跌了很多 現在它又上升 我想問一下 上網是多少呢 因為我快要到家鄉 可不可以收買息才買呢 好 問問Rafi 66港鐵公司 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家庭觀眾鄧小姐 就是46個2買了 那已經捱了價一陣子 我想問一下你 等不等多一會呢 可不可以收買息才放呢 當然其實你以細頭上說 其實它慢慢真的要爬上來 我覺得如果你46個有貨 不妨再拿著它 因為始終 我覺得一來港鐵 就算你說不算收不收息的 雖然你預算它的增長未必太快 但起碼相對都算是比較穩健的選擇 我覺得又未至於真的太頑皮 這一點其實都很值得 是繼續保持一下 或者是等一等 甚至乎以剛才提到 再加上它也有一定的 所謂收息的因素存在 其實都OK的 不是那麼擔心 但是這一陣子看上去什麼位置呢 說真的如果再看上去 我覺得可能看上去去年幾個的頂 其實兩次左右都可以 挨近46.8 挨近47元這些位置 其實跟你買的交易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賺息之餘 看看價格可不可以到這些位置 如果能破得到的才再看高一點 如果不能破得到的就考慮這些位置 考慮平手或少許賺一賺錢離場 好啊 明白的 然後我們電話旁邊 還有一位梁小姐 梁小姐 你好 你好 麻煩 兩位子田麻煩了 我請問2318 我82.45元之入 她使用了這麼多 要不要放了她 錄了限限 放些錢又買回 還有1398 我錄了3.4元才買 很嫩 那你又要不要 找了她的東西 要放些錢再買 麻煩你 好啊 好啊 多少錢買的1398 6.3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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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 2318 你到82.45元 對 問問Wafi 這兩隻股份 怎樣看呢 首先說評寶先 好嗎 2318 買入的價位是82.4元 現在還在賺 其實與其賺 不妨繼續 作詐 對 我覺得 整體來說 其實兩隻都可以作詐 但當然評寶先 小公你說基本因素 其實沒有特別大改變 還是很好 十二號今年來計 其實大家不斷看 都是她的分拆因素 所以我覺得不妨再保持 而且近期有勢 雖然未至於去年下半年那一陣 那麼快 那麼急 但起碼慢慢斜斜地上來 穩步上用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不可能看得太多 或者不等她分拆那樣東西 起碼看上去也好 可能短期也看87元之前先 我覺得不用這些位置走 起碼看87元先 如果破到的 再看高一點 我覺得相對的部署會是這樣 評寶是多值得 繼續保持久一點 好啊 1398公行 RB 我覺得值得保持久一點 當然一樣 剛才提到起碼公行 我覺得也是一個偏穩質的選擇 其實不妨再保持住 加上起碼公行 一來要賬面賬賺錢 二來其實也有經常說 內人股有收息的因素 我覺得又不是特別擔心 雖然你說可能接下來升勢 升了一陣子後 可能慢一點不出奇 或者反風一點不出奇 但是始終我覺得質地 又不是特別頑皮的話 我覺得不妨是所謂中場線去擺 有人收息之餘就等個價格 可不可以今年理解 可能再看高一點 可能起碼看上去6.8這些位置 做一個比較中線的目標 好啊 接著我們電話旁邊 還有一位家庭觀眾 喂 你好 是不是黃先生 是 阿Yo 和Wabi 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 1766的中車 不知道創了多少內新高 中車 8.7好像很久沒遇到 追不追入 還有2018聚星科技 工技有貨 有這些價位 可不可以追進去 麻煩你 兩隻都沒有貨的 是嗎 是 問問一下Wabi 2018和中車1766 沒有貨在手 是否值得入呢 現在這個價位 中車我都可以 因為始終這樣說 剛才剛才的 李公主說 都很久沒見過 不知道創了多少內新高 因為的確 你說早幾年合併之後 其實真的沒有好過 由20港幣的高位 這樣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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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來的下才上了8.4 現在才叫回近年兩年的高位 但以過去 譬如由16年到去年來說 這兩年來計算 其實它差不多是長期在6.5 至到8港幣的區間是還行的 你看到這下真是能夠突破到8港幣 似乎個細節量度回到1.5港幣 都有機會試回9.5港幣上這些位 所以如果在這些位置問 我覺得你可以駁多這一港幣 如果8.6港幣上 駁多一港幣 9.5港幣上 做一個比較中短線的目標 而下面也很簡單 我覺得只要不穿8港幣 問題是沒有什麼 穿8港幣就離開 即用這6號幣 駁多一港幣 我覺得這隻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還有再問多隻 是否我記得剛才 是2018 水星也是沒有貨的 問一下Rafi 值得入呢 當然這隻其實我覺得看法又不是差的 但如果你給我選 我自己覺得信譽會好些 因為如果以條件幅度 其實信譽更多 而且以概念上說 因為始終水星比較是蘋果為主 我覺得其實未必太大的炒作空間 今年反而信譽可能幫一些內地品牌做 相對今年潛在的一個升幅的可能性可能大一些 所以你給我選我覺得 似乎信譽會好些少 但水星不是頑皮 但如果你要買 我覺得可以等一會 因為其實今天這樣升上這些位置 都貼近一條50天線 可能接下來頂一頂都不奇怪 所以反而落到8.4元左右 才會買比較好些 但以中線來說 才抹上87樓上這些位置 看到水星現在升7% 在報149.7 我們聽到一個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陳小姐 陳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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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洛陽木業 現在可不可以放了它 我很久之前買的 多少錢 三九九三 那時候認購的六個多 六個八個 很久了 很久了 是認購價 但是送了二千股 是 還有問九三九 又是七個多買的 可不可以放呢 都很久了是不是 是啊 兩年 大時代的時候買的 好 我們首先說了落木先 三九九三 問問Rabby 現在應不應該走呢 這個價位 當然 價位上說 你好像是在捱價 但現在兩中也說 當中派過了一些股 是 原來拉低了一點 其實不是說捱太多價 但是我覺得這一刻 其實不妨再拿一拿 因為我覺得 你起碼看短期 可能大概五個三五幾 這些位置 能否突破到 因為今早想破 但是 這個就未真正站得穩定 如果破到這位 或者站穩五個三五幾 樓上這些位 就確立破回去年的高位 如果這樣算 其實還可以往高一點 是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短線 留意著大概 可能今天那些頂 五三半、五三六 這些位置 究竟能否破到 如果破到的 可能先看回到五個八 我覺得起碼五個八 這些中線的目標價 才考慮走 會比較合適一些 好 接著就說健康 九三九 家庭觀眾就七個幾 買入了 同樣了 都是問Rabby 現在這個價位應不應該走呢 其實就七個搖景 大次代高位買 當然照片上說 現在才差不多回來了 但是也一樣 你兩年裏面都收過吃的 那麼健康 所以拉一拉 可能挨近七元 或七元以下 叫買入價 就是成本價 這樣計算 所以講話 現在也算是有利潤的 我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搭公開的時候也說過 始終糧股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基本面不會很大改變 所以其實不妨可能 繼續持續中線 我覺得 可能一來繼續收下吃 二來就忙可能健康 今年可不可以再跑多一陣 我覺得以中線來計 一樣 挨近7.8至8元 做回目標 除了看可不可以賺價之餘 再繼續收下吃 我覺得兩隻來計 都可以持續 當然健康可以持續長一點都可以 如果你是落日木月 看能否破到位 破到位才高些位置走一走貨 謝謝Wafi的分析 以及解答了很多家庭觀眾朋友的問題 同樣地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繼續留言 和打電話給我們 當然也要like和share我們在Facebook 叫財經台Facebook的片 讓更多朋友可以向我們發問 Wafi也和你申報先 剛才提過這麼多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也沒有持有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